好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部分呢 那么动力网站 美国防部正式订购一批 就是隐形无人机 为了要模拟中国歼20等 高端的空中威胁 那这个无人机呢 被用于充当靶机 并且可以逼真的 模拟对手的隐形战机 好 所以大家就想要来问一问了 为什么呢 现在采购新型的靶机 而且它的外形 是蛮酷似歼20的 将军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美军他们自己 太平洋空军司令 他在东海上空跟歼20打过招呼 互相对峙过 所以他知道歼20的战力 在什么地方 包括它的隐身性 包括它的攻击性 所以他把歼20当作一个 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想机 可是他现在对付他 在隐形的部分来讲的话 怎么样去做一种征收 他用他自己旧的 旧款的F117已经淘汰了 这种隐形战机来做模拟 看可不可以追踪得到他 那就战机的这个机动性来讲的话 其实他用淘汰的F16来做靶机 可是他现在发现一件事情 就这两种飞机 还是没有办法模拟到 歼20的不管它的机动性 或者是它的隐身性 或者是它的气动力学 所以因此在这种状态下 那美军为了打赢未来的仗 它最主要的假想机的这种战机 还是歼20 老实说 俄罗斯的苏57 大概美军自己已经有那种富安可以应付它 它现在暂时没办法应付了 可能还是歼20 因此在这种状态下 它必须花一笔钱来投资 来研发一种就是 可以模拟歼20的特性的飞机 然后来研究这种歼20 如果说将来万一两军对峙的话 我怎么样提早能够发现 这架歼20的战机 然后我发现到它以后 在多少的距离 我要用什么样的导弹性能 可以锁定住它 还有它如果说双方再继续接近 当我们有种距离需要空中缠斗的时候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战术方法 是两架包夹一架 还是用什么方式 才可以咬住这个歼20 我觉得美军会模拟制作这一批出来 当然它是把机 就是价格一定要比较便宜 可是虽然说价格便宜 它也超过100万美元 在这种状态下 美军愿意花那么多钱 就代表说中国歼20 对它来讲 它真的是认为是一种威胁 它才愿意花钱去做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们不管是在红旗军演 美国自己的红旗军演 或者是各种空战的演练方面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它为了敌人的某一款战机 去设计去制造一批的 这种仿敌人的 这种战机的无人机 来作为它练习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动作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尖格林可能对美军来讲 它确实是很大一个威胁 甚至于它的威胁性 可能还大于苏57 这是我个人的研判 不然它没有必要去坐这种飞机 就是有感受到它的威力 有跟威胁 对 好那另外再来看到 就是这个日本了 日本呢在当地时间 24号下午开始 把日本的福岛和污染水 要来排入海了 大陆随后立刻也宣布 停止进口日本的水产品 日本首相安庭文雄要求 立即来撤除禁令 在大陆驻日大使反击说 这大陆禁令是理所当然 而且责任完全在日方 8月26号 美国国务院特别声明表示 支持日本做法 日本大使馆特别提醒 在华的日本民众 非必要别大声说日语 教授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说 如果这个行为 是北京在做 美国会什么讲 如果今天这个排出来的 是从大陆排出来 那美国也说 这没有问题吗 支持 我觉得这表示支持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 第二个 你说一般的老百姓 你可以讲 再怎么讲说安全 但一般的老百姓 心里头会有一个阴影 对 那除非你今天 就是政治人物说 从现在开始 我每天公布 我在哪里吃核食 可能那个水污染的 这个鱼类 你每天公布 让大家相信 我觉得这个 这个大概还可能 可以说服部分的人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觉得你不能要求他们 那我觉得大陆选择 今天就说 我暂时不进口 总可以吧 那这个我觉得是 对老百姓 可以理解 对对 这个老百姓负责 不然的话 到时候真的进来了 大家不吃 结果就发现 鱼肉变羊肉 不会 大概猪肉会变羊肉 但鱼肉可能不会 比较难 比较难了 它可能又变了 换了牌子 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给 这个奸商有任何的 这个上下起手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 吃下去就是你民众 因为一般吃下去就是民众 你说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 讲说进口 什么这个萊猪 什么标示清楚 就哪来的标示 严老师到现在 没买到过买猪 我很想买萊猪 买不到啊 对不对 但是有进来 不知道在哪里 最近知道了 原来是在羊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既然要保护人民的安全 干脆就不要进 我觉得不要什么 讲了一大堆好像硬硬的政策 根本那个都是骗人的 你就直接不让他进来 直接不让他进来 这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 但是当然大陆民众还是担心啊 其实不止你在周边的国家 大家都担心啊 所以现在还爆出了 担心食盐 也会受到河水影响 像是南韩就爆出了 屯盐潮大陆也开始 市场啊电商 现在你可以看到 食盐都被抢过一口 韩国要淹他们的泡菜 对啊 他需要很多的量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会紧张的 那我自己的就是认得的人 他们很多就会计算那个时间 大概几个月之后会到台湾的海域 因为他先往阿拉斯加来头走嘛 甚至这个黑潮走 那如果到了台湾 他们就决定那个时候开始 就不吃海产了 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担心的 那我觉得我们政府千万不要 把这个台湾老百姓 对于这样的事情的担忧 视为而戏 因为他们好像觉得 我跟日本的关系比较重要 到时候你这个票会丢掉 你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是应该去想一想的 那而且今天 我认为我们政府 至少要提醒民众 就是说你今天到日本去吃海鲜 会有这个可能的危险 是要做出一个警示 要不然我们就是 要不然就是我们的政治人物 干脆就是每天吃核食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